前衛生署长叶金川开车和骑直到台东旅游 而13号上午8点多呢 他在台东的成功镇台11线99K处 被一辆小货车追撞 叶金川夫妇和小货车驾驶三个人 都送往卫福部台东医院成功分院来治疗 索性没有大碍 从照片可以看见 前衛生署长叶金川所开的白色制小客车 车尾被小货车撞到凹陷 据前衛生署长叶金川表示 自己开车带着太太前往台东旅游 在行经成功镇台11线99K处 停下来要左转时 发现该路段不能回转 准备在找其他地方回转时 便被后方的来车撞上 而警方获报后也立即赶紧现场处理 自小货车撞击前方自小客车 造成自小客车车上 男性70多岁驾驶一名 感到凶闷不适 经送部立台东医院成功分院 治疗检查后 无大碍已经出院 叶金川在送往医院检查后 并无大碍 在休息大约两个小时后离院 所现整体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重大伤亡 详细的肇事责任归属 则有待警方做进一步的厘清 记者陈基林 陈公正报导